如果让努尔哈赤的画像动起来会怎样? 我们都知道努尔哈赤位列清朝十二帝的守卫 下面林林历史录就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位清朝的奠基者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他出生于1559年2月21日 一生的主要成就便是统一女真建立后金 成为清王朝的开创者与奠基者 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祖父都曾在明朝担任官职 1583年明君攻破古列城 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祖父刚好在城中 不幸遇害 刚刚25岁的努尔哈赤 以十三父先人以假含恨起兵 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此时的他仍臣服于明朝 只是开始了他统一女真的战争 经过30多年的征战 努尔哈赤先后统一了剑州女真 海西女真 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 同时与蒙古联姻结好 并且创立了八旗制度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年号天命 1618年正月 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 正式将矛头指向明朝 1619年的萨尔虎之战 努尔哈赤在不占优势的情况下 采取了任你几路来 我只一路去得策略 各个击破 使辽东的局势由被动变成了主动 1621年努尔哈赤攻陷沈阳 辽阳等地 并先后迁都辽阳 沈阳 1626年努尔哈赤向辽西进攻宁远城时 遭遇了原重患的顽强阻击 努尔哈赤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同年8月去世 喜欢请记得关注评论转发点赞